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开始来三型白吐司的搅拌 那这里我们已经把粉都已经称好了 所有你看到的其实我们都有分开放位置都不一样 那这是我们的水跟冰块 这是我们的白油 当然这个搅拌这个也是属于后油法 一样到面筋成型有筋性我们才会加油 现在我们开始来搅拌 按摩 尤镇 要是 点 在这边开始面面筋成型的时候 它会比较硬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冰块没有溶解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 相对来讲 这一个三型白肚丝的面团 一定比甜面包的面团稍微硬一点 因为它的水分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它起来的面团会比较硬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把它改成二档 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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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软硬的程度 OK可以 这时候我们顺便用快挡 我们赶增加它的摩擦系数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个金星快出现了 这个金星快出现了 好 再来差不多我们就要开始下白油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下白油 因为这个金星已经出现了 好 好 这个时候我发现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油已经完全吃进去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筋线到底出现了没 这个薄膜已经到达我们要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这个等于是已经算搅拌完成了 这时候我们就是要把它拿起来 要进发酵箱做基本发酵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拍一点点油在上面 这个已经到达我们要的 这种面团起来都很不错的 在这时候我们把它进发酵箱 让它做基本发酵 接下来我们做三型白吐司的分割 三型白吐司这次我们是做两条 它每一条的重量大概是在900到1000 每一个我们是每一条大概是五个 分成五颗 那每一个的重量我们是180为单位 现在开始来分割 所以简单的说我这一块面团我要分成十个 那我们先把它分成十个 再来差距就不会太大 先一样对半切 再来每一个每一条 这一条把它分成五颗 OK 好 一分装飽 一分装飽 谢谢观看 那现在多的我们一样再把它补 平均每一个都把它补回去 这样子刚好分成十个 一样我们再把它滚圆 滚圆一样 我们的五根手指头都要往内抠 这样子抠 把它滚起来就会非常的远 这样子的话一样 我们再进发酵箱 然后中间发酵 我们中间发酵一般也是十五分钟 这时候这样子我们就把它进发酵箱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三型白肚丝的整形 一般我们已经分成十颗 每一颗都是在超过180公克 我们这个整形是擀两次 第一次擀出去搓回来 第二次在拉长的时候 再擀一次再把它搓回来 然后我们待会放到模子里面 那我们先来整形第一次 一般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最主要就是把空气挤出来 好一样 注意看一下 一般我们拉长之后 我们会从侧边拉过来 然后放冷 好 这个地方把它弄扁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轻轻的抠就好 不要太大力 最主要是这个地方稍微抠长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十个都是做这样的动作 再看一次 这样子 我们就主要是把空气挤出来 然后我们从侧边拉过来 拉直 然后把这个地方弄薄 弄薄的时候它就会粘得很紧 这个时候轻轻的 请记得这个时候轻轻的 不要用力 我们不需要用力 因为你不要弄太紧 这样子 只有在这个地方稍微抠一下就好了 这样子就算完成了 再看一次 空气把它挤出来 空气挤出来 然后侧边斜过来拉直 好 抠薄 这个时候轻轻的卷回来就可以 这个地方稍微弄一下就可以 一般 在业界都是用机器在跑的 它不是用手工 手工太慢 这个地方轻轻的过来 要记得 千万不要用力 只有后面的时候才 扣的时候稍微用力而已 这个地方再稍微用力而已 记得 这个地方轻轻的折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再用力而已 这个地方再用力 就这样子 说明了 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地方 那种 很容易 没用力 就像这样子 这样子 这是最后一个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就等 这个时候可以等五分钟 也可以等十分钟 也可以等三分钟 就看你拉的时候 如果你松弛的时间够 它已经软了 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第二个步骤 所以我们把模子放好 我们就接着第二次的那个触感 所以这每一条我们都是要放五个 所以位置 其实它这个位置上面 它里面有五个点 只要跟着点放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就开始来做整形 记得一般我们先把它放直 一样 我们最主要就是把空气赶出来 我们这样子赶出来之后 不要直接卷 为什么 我们希望拉起来向后转 我们把这个地方卷到里面去 卷的时候最好 每一个边都很均匀 我们希望它是一圈一圈 看得很明显 这个时候我们再放下来 比较不要让它翻盘 记得 记得我们一般就是希望你把它翻过来 这样子 我们希望它卷起来的时候都一样 这个面很均匀 到时候起来漂漂亮亮的 在擀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要不然你把那个面弄破了 得不偿失 请记得这一点 OK 我们希望它这样子卷很均匀的 最主要就是把空气挤出来而已 好 我希望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面够宽 起来就很漂亮 到时候再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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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向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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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在放最后整位置的时候要稍微把它弄整齐 压好不要让它再翻过来或怎么样 它影响到它的美观 好 这样子 算完整了 那我们就浸水除做最后的发酵 它可能需要50分钟 60分钟 70分钟不一定 那原则上我们希望它到快 8点5 快9分的时候 我们就盖盖子要浸炉烘烤 好 现在我们进水除 好 现在我们白土师已经发到这个程度 大概可以进入烘烤 原则上它烤出来一定会超过这个 这个边 因为一定要高过这个边才算是合格 最好的情况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它出来的时候是圆的在上面 不会有一条一条一条在上面 这是最好的 听得懂吗 所以你们赶的时候最好这个面一定要稍微拉宽到这个程度 它就不会那个轮廓会跑到上面来 因为如果你弄不好它会翻船 那它跑出来的时候就不好看 那我们原则上是这样浸炉烘烤 浸炉烘烤我们先浸25分钟 我们是150 200 先浸25分钟 然后掉个头之后再浸12分钟 但是烤温不变 所以我们现在是浸炉烤 25分钟 我们是150 200 一样我们先浸25分钟 然后再来掉头的时候再看它情况如何 现在我们这个已经25分了 我们来看看它受热的情况如何 好 这样子还不错 好 这个情况还不错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样推到150 它本来就在150 我们让它不要过电就可以 好 再来我们就是再烤12分钟 好 在12分钟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熟了没 或者是说完全定型 到时候我们会看那个边 我们等一下会 到时候会用那个喷水 来看看它 水喷到它旁边那个 磨壁的时候 然后会马上滚的时候 表示说它里面已经上色 如果喷上去它不滚 表示说它还没有上色 这一点会跟各位再做解释 好 这样子我们等一下 12分再来看 好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考了25分 掉头之后再12分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白土石它受热的情况怎样 我刚才有讲过很重要 我们要喷水在这个壁上 它喷下去马上滚 表示说它有上色 如果你喷下去它不滚 表示说还没有上色 那时候不可以出来 它是白的 好 请千万注意这一点 喷下去它马上滚 就表示说它已经上色了 这一点很重要 那一样出来的时候 一样我们麻烦轻轻敲 让它空气跑完 这时候我们再把它放到那个 那个网子上面 都有上色了 这个非常重要 好 这个颜色都还算蛮漂亮的 很整齐 而且这个五个三峰 OK 都很标准的 这个不会被扣分 如果说你的这个圈圈圈圈圈 都跑上来翻过来 会被扣分 好 请注意这一点 好 像这个这个都还不错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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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